所以到6月12日年輕的示威者以血肉支驅包圍立法會 阻止行政暴力制度暴力將逃犯條例去二讀通過 結果林鄭月娥調動警察發射了150多枚催淚彈 20多枚布袋彈像勾子彈造成了血腥的場面 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令到台灣蔡英文趁機撈稻草 以支持香港反送中一夜之間民望 飆高了12個百分點 扭轉了競選的逆勢 根本來說林鄭月娥這樣做 對香港本身社會的撕裂有主要責任 還有你拒絕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努力 搞到裡面搞出這些暴力行為的升級 它是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的 所以就說其後面對示威者的五項訴求 它拖了三個多月才將暫緩改成撤回 所以就一再擔悟了社會 由對抗變成對話的時機 由撕裂變成和諧的時機 所以它根本來說做這個特首是哪裡會清職呢 時至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民調 高達8成的市民是反對林鄭月娥繼續擔任這個特首的 它的支持度裡面是負的百分之七十多以上 市民在這樣的情況下 人心向背決定一切 它在香港裡面可以說已經是人心喪盡 處於全民的包圍當中 不單止是泛民主派 或者是反修例的和理非或者勇武派 包括建制派都對它裡面諸多的不滿 比如說梁振英的HKG的報紙 裡面也有多篇裡面評擊林鄭的文章 左派的打手 這個屈命言的也都寫文章裡面公開 炮轟林鄭月娥 甚至連江頭警長劉澤基都能夠在她的微博裡面 說你林鄭月娥裡面止步不離 說你走去跟勇武派深談的時候 叫我們如何執法 所以根本就向林鄭月娥 她就是豬八戒照鏡子 理你外外不是人 面臨四面楚歌這樣的處境 所以說今次無論習近平也好 韓正也好 去說她對林鄭月娥高度的信任 充分的肯定也好 其實我覺得是無際於事的 因為正如1978年的時候 中共在思想解放運動的時候提出一個著名口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下來 在這五個月的反修例的運動當中 你林鄭月娥一再錯判形勢 一錯再錯 到今時今日 你就算是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你根本上來都做不出任何成果 在10月4日提出了反蒙面法以來 到現在了 過幾月了 那個暴力的程度比之前更加升級 是吧 一個她既沒有制止到那些所謂的激進示威者 那個暴力的犯罪行為 同樣也沒有去制止到警察裡面的 濫權濫捕的 過度使用武力的這些違法行為 所以變成了香港在一個惡性的循環當中 並沒有形成一個良性互動的局面 所以我們希望香港繼續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至於林鄭月娥根本就是懸目求余 所以我覺得 終歸來講 林鄭月娥已經充分顯示了她的低能和無能 她的剛迫自用她的權力迫傲慢 那麼到現在為止 以實質來衡量的話 她根本上呢 不僅是低能 甚至是無能 所以我覺得 中央領導人給她一些鼓勵性的評語 並非說林鄭月娥特首的地位穩如泰山 我相信林鄭月娥為這個反修例運動 所造成對香港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浩劫 她去鞠躬下台 這個是成本最低的政治解決辦法 唯有她林鄭月娥裡面鞠躬下台 加上來講那些所謂律政司長 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行政會議成員 這些這樣的湯家驊之類 她對這次形成了一個修例的錯誤決定 錯誤的這個策略裡面 要負主要責任的這些官員 沒有理由不去問責下台的 所以我認為 就是堅持我自己的看法 在明年三月兩會之後來說 我相信林鄭月娥是一個下台的昔議時機 她應該要裡面對香港做一個最後的貢獻 拿去自己的問責下台 來減輕了對習近平中央領導人的政治壓力 你不要裡面來講 應該她自己所有的麻煩 她自己埋單的東西 就不要拿來類及中央的管治權威 她應該要顧全大局 這個來去之所進退 那麼很多人也都有提出一個問題 比如說林鄭月娥 如果真的如我所預料 或者好像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明年三月左右就要撤換她 那為什麼現在中央領導人裡面 還說對她這個高度的信任 對她的工作充分的肯定 會出這些評價呢 正如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在董建華當年腳痛下台之前 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 一樣是對她說這八個字的 後來董建華就下台了 一樣是 那同樣的道理就是 上一任的特首梁振英 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也都曾經對她說過 是吧 高度信任啊 充分肯定啊 這八個字的 甚至還加上 這個疾風之勁草 板蕩息忠臣 加多這十個字 那結果也是 改變不了梁振英下台的命運 那所以今次 對這個林鄭月娥 如果真是說在不久的將來 她要問責下台的話 你今時今日還是說對她 高度信任 充分肯定呢 那這個就關乎一個 中國人的政治上面的面子文化 這個面子文化是說什麼問題呢 就說第一 林鄭月娥到今時今日還是特首嘛 那如果你說對她不是這個 高度的信任 不是充分肯定 那她早就應該撤換了她 她今時今日還是特首的時候 你當然是要從一個所謂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依法施政 從這個角度出發 那你對她作肯定 這個也是無可厚非的嘛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說到她 就是說對她的高度信任 充分肯定 到頭來林鄭月娥呢 就可以用腳痛 腰痛 頭痛 各種的理由來去看面地去辭職下台 因為她可以從全世界說 你看 中央對我是高度信任的 是充分肯定的 不是中央要罷免我 逼我下台的 而是我自己在中央對我 這個高度信任 充分肯定的情況下 我自己因為頭痛 因為腰痛 因為腳痛 而請辭 那她就可以保存的面子 甚至是蕭規曹徐 根據這個董建華的先例 梁振英的先例 但是可以在明年三月的時候 將這個 是吧 一個方面就是說 董建華都八十幾歲了 這次拿了國家榮譽級的勳章 說她是一國兩制 對一國兩制有重大貢獻的人 所以就是說 董建華可以在明年三月的時候 以年事已高 辭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位 然後在明年三月兩會的時候 增保林鄭月娥為全國政協委員 甚至乎將她 輪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接替董建華的職位 跟著手 兩會結束之後 沒多久 就說頭痛和腰痛和腳痛 就來宣佈辭去特首的職務 所以她就變成可以叫做 有個下台階梯 看臉這樣 光明地引退 所以說在這個 中國人的政治文化當中 是講究一個面子 是吧 就是說 兩方面都交代了過去 所以就是說 在中央對她肯定的情況下 然後她自己去請辭 那就比較看臉了 如果中央現在說對她 不是高度的信任 不是充分的肯定 而她去辭職 就變成她沒有了面子 所以何必呢 就是說 根據董建華 梁振英的先例 這個 作為習近平也好 韓正也好 在上海 在北京 對林鄭月娥 她說八個字 高度信任 充分肯定的時候 來說 其實就是 也都是給了一個 林鄭月娥到時 主動請辭的下台階梯 鋪路的 所以 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 所以 我就回答大家 為什麼 本來她要下台的呢 中央領導人 還是要對她做出這樣 高度的正面評價 這個 你就可以舉一反三 是吧 從這個 董建華到梁振英 到林鄭月娥 是吧 這個 路指 套路呢 就一目了然的了 多謝各位